各位维星显示同修 十方善性大德 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5月20日 星期六 欢迎收看晚间7点30分 播出的维星新闻 一起关心世界新兴宗教 台湾维星圣教 本周的动态 会是洪玉嘉 首先关心宗主行教 尼泊尔朝圣之旅 宗主魂元禅师带领博士班维星显示 在5月7日到5月13日 于佛陀出生地兰皮尼 释迦族晋犯王皇宫 文殊菩萨圣地迦德满都 以及临近著名庙宇 了解其风水地理渊源 并于菩提树下 以及各重要地点 开示相关于地灵人节 等许多禅机庙法 请进入这则报道 维星圣教宗主魂元禅师 7日带领博士班学员 前往尼泊尔进行朝圣之旅 探寻尼泊尔 此一佛国的宗教建筑之美 并前往佛陀出生地兰皮尼 及世家族晋犯王王宫 见证世尊出生的风水宝地 随缘开示各项庙法 印证因果律之真理 宗主此行陆续参访文殊菩萨 圣地迦德满都 见识佛国尼泊尔精致特殊的佛教雕刻建筑 随缘开示阳宅入囚破解之法 以及侯庙 斯瓦阳布纳特佛寺的风水地理 勘察其龙脉及其兴旺之道 9日来到世家族晋犯王王宫遗迹 勘察孕育伟大精神导师佛陀的风水地理 也向博士班弟子们开示 佛命慧命永恒 而人世景物无常的道理 告诉弟子们应发大愿 建设自己弘法的国度 宗主与博士班弟子一行 于10日来到佛陀诞生地 蓝皮尼于菩提树下向弟子们开示 所以每个人出席都有的出席也不同 我们都赞叹 包括我们每个人出席来世间 我们也要赞叹 你可能在医院生的那种 现在更好玩 那我们赞叹任何一个人来到世间 都有一个成就 所以叫做众生余力平等 都叫做众生余力平等 这是我们消除我们公共的伙伴的心 那至于这点 这个点 我们来考 来研究 研究 这里是这样 这里出席来 会变得到的小孩 不是在这里出席来 会到的小孩 而是在张云 昨天我们去的什么 加比罗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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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皇宫做卯山友相 地周林第二寮 第二寮变成地铁户 而且他的 这里有着阿育王 和他的夫人 他们大的 那个皇宫 也是地周林 毛友地周林 做童言一气 自然在那里是他出事的所在 他在那里出 零七日刚才发生了 从那里发生的所在 所以我们追根溯源 今天要转来这里看 他这里不是在这里出事后人 那个高人从这里出事出来 从这里生出来 真正的高人 从这里来 从我们去的 加比罗魏城 什么 罗魏城 加比罗魏城 在那里出事 在那怀孕 怀胎 所以地灵人杰就是在那里 宗主也在随后参访各国 所建设供养世尊的佛寺时 开示寺庙建筑定向 与气候的因缘关系 以及佛寺设计 合掌为天心的道理 勤勉同修合掌与佛菩萨圣神会心 礼敬天下 天下太平 形成的最后 在禁犯王墓前 宗主更开示同修弟子们 因果律 因地果还生的必然道理 提醒同修们善修口业 以释迦族遭灭族一案来告诫同修 神通不敌业力 因果报应莫造恶因 维新电视尼泊尔报道 维新圣教宗物研发中心 张新芳主任 易经大学原尊法师 维新电视台经理原青法师 参与5月12日 在法国波尔多大学 所举办的远东新宗教发表会 除了向国际学者介绍 维新圣教宗教的历史与发展 易经风水教育 易经风水沾挂用意 相关介绍以及维新电视 红法概况 同时持续加强 与各国宗教领域友人之间的联系 与情谊 请进入此的报道 维新圣教受邀于5月12日 在法国波尔多大学 举办之远东新宗教发表会 发表演说 向国际学者介绍维新圣教 本次会议除维新圣教外 还有越南高台教 以及韩国大寻真理会 等三个教团发表 维新圣教由 中物研发中心主任张新芳 显示 报告维新圣教的历史 组织 利他精神 以及宗教观 维新圣教传法方式 以及发展规模 并由原纯法师提出 易经风水简单的介绍 与应用实力 也示范了如何用意 与会国际新宗教研究学者们 都对易经风水非常感兴趣 当下请法国学者女士 亲自使用士规士竹粘挂 由原纯法师解挂 并由原纯法师当场 为与会学者粘挂 最后由维新电视张经理 介绍维新电视台 媒体红法 及播放影片后 圆满完成 在波尔多大学的演讲 张主任并以宗主末报 制赠波尔多大学 现场也发送 英文版小洋宅 与最新的维新圣教简介 与会学者索取十分踊跃 当日晚宴时 多位法国教授均表示 他们对易经风水 极感兴趣 觉得很有意思 很有吸引力 波尔多有小巴黎之称 整个城市里 到处都是15-18世纪的 教堂建筑 自然而黄的四则 让一切显得如此 沉稳 温润 波尔多大学校地 是欧洲最大的 共合并了三个校区 此次演讲非常顺利 示范粘挂 也引起了一波小小的高潮 也和越南高台教 韩国大学真理会的 朋友们相见欢 共同约定了 明年的会议再合作 维新电视法国报导 维新圣教宗教文化中 宋经与消灾化节 有直接的关系 宋经的目标是为了 世界真和平 宋经过程包括要写文书 以及宋经功德部 回向祖先 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 助持元毅法师 5月16日在王禅老祖殿 为贤士同修 近期缴交的 宋经功德部用印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关于宋经功德部的渊源 维新圣教台中道场 16日在八楼老祖殿 王禅老祖金莲坐前 由住持元毅法师 代表王禅老祖师尊 及宗主混元禅师 为各府之金灾功德部 一一加盖双龙印 印证维新贤士们 于秉申年恭送金灾这功德 回向各府九旋七组 朱祖霖功德殊胜 元毅法师也为大众 讲述金灾功德部之缘由 这本是书户在民国101年 有一次法会的时候 他打坐禅定 他看到很多的祖先 每个人都拿一本功德部 请书户签名 请书户签名 书户第一次看到 这什么拿什么 他说我 我们家的 家人 在维新圣教 送了很多的经 功德很大 我们这些祖先 需要这个功德 所以 他所送金的功德 我们这些 子使孙孙所送金的功德 我们要 请师父 帮我们签名 宗主醒来后 即交代出版社 依其所见 印制此功德部 记录贤士同修 所送金灿功德 回向各府堂上祖先 同时亦交付各分寺道场 代宗主用印之任务 所以师父就给各个道场 花了一个双农印 这是师父亲自 颁给各个道场的助持 代表师父 来盖这个章 维新贤士同修 每年于3月26日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法会 搅职之后 要将所送金灿 一一记载于金灿功德部中 提交各地道场 加盖双农印记 将送金功德 回向府中堂上祖先 功德最为殊胜 维新记者张勋芳 台中道场报道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维新圣教准讲师讲习班 5月18日在禅机山仙佛寺千佛禅堂举行 由宗主混元禅师亲自授课 对于未来要参与弘法的准讲师们 进一步讲述 一经风水 与维新圣教妙法谱传的传习要点 维新圣教准讲师讲习班 18日上午在千佛禅堂举行开课典礼 宗主混元禅师亲自授课 准讲师一二旗贤士均准识道场接法 准讲师讲习班是宗主混元禅师 遵照王禅老祖师尊法旨 培养维新圣教红法师资人才 宗主开示准讲师们要为众生死掉烦恼 生起希望而努力 准讲师开始讲习 这个讲习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法 利人 利天 利劫的法 我们都能借做云联跟各位说 有人问习人问我爱习啊 你平洋那些 钢书法书要死喔 嘿嘿嘿 平洋教杰发书钢书 当然都是要死啊 虚掉烦恼 死掉烦恼 帮众生死掉烦恼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做讲师 法师对于众生为一句话 你们一定要从光明面来谄解 你没对着这个黑暗面直接对着点下去喔 点下去你这样就不是钢书啊 也不是法书 所以我们的道 太久 一阴一阳 主要道 这就是钢书 这就是钢书 你钢书呢 人家说这边 你要用这边来用 人家说鱼 你用鱼来为众生 借了 那不是唱反调 很简单就这样而已 人家说 众生说 众生说 学员做事 要死喔 嘿嘿 使这烦恼 我就是要这么多爹主 来共同为众生 需求烦恼 所以佛造 释迦牟尼佛 阿姨主席 人家问佛祖 你是怎样 要老大洗甲 要我来洗甲呢 他说我为众生的神使一代书来主席 为众生的神使一代书 而注释 有的听不 有的听无量 当下顿悟 为众生的生到死 生起信心 死掉烦恼 宗主在第一天的课程中 开示同修们 化煞撒净的方法 准讲师们一一上前练习 宗主其免大家 要正确的来进行禁煞 要庄严肃目 看待法仪 莫要弄成厨房主食 似不像的模样 对法不够尊重 最后宗主开示准讲师们 了知一切法 不被一切法所束缚 即得自在与心安 施讯处原品法师 也向同修宣导 写作论文的重要性 并告知准讲师 研修研究方法课程 于论文写作中的影响 请尚未研修者 回学院选修 维新记者游慧玲 沈财景 总本山鲜佛寺报导 卢州道场 洋宅风水红法班 5月13日 以办公室风水为主题 结合中门社会服务之实例 提供如法的室内动线 格局规划 给参与课程的朋友 各分四道场红法班 将陆续开办 欢迎大家参与 平安兴盛的好风水 您一定要学会自己来 卢州道场 洋宅风水红法班课程 13日游园棚讲师 与园仔讲师 讲授洋宅风水学 办公事篇 希望经由课程 能让来参与学习的乡亲大德 皆能了解办公室格局规划 办公桌摆设的位置及凶 以及室内物品摆设得宜与否 为普及易经风水教育 广播学习易经风水的种子 各地分四道场都陆续开设 红法班 以民众最切身相关的 洋宅风水为主题 让民众了解 洋宅风水何为如法 何为不如法 有不如法的风水 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造成身心病痛 家宅不安 事业不顺等等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 并且如何来自己动手 改善这些问题 创造如法安和的生活环境 经由循序渐进的解说 来参与洪法课程的民众 收获丰富 大家将课堂所教 拿来与自家环境相比 并以洋宅风水学讲座一书的案例对照 专心聆听 法师讲授如何来改善 解决不如法的风水 洪法课程结束后 有兴趣继续学习 能够自助助人的妙法者 都能来上 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 易经大学也十分欢迎 有缘大众 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微信记者尤惠玲 卢州道场报导 同样是洪法班讯息 风源教室 阳宅风水社区洪法班 是采短期课程的形式 5月16日到8月1日 两个多月的时间 将洋宅风水的重点内容 浮以生活实力 大众朋友能够学习具体的know how 用在生活上获得平安 进而带动每个人在事业上正向的运转 社会各层面获得实际进步 维新圣教为普及易经风水教育 广播学习种子 由门下法师、讲师、弟子 于各分四道场辖区内社区 开设易经风水红法班 课程及讲义费用全面 教授乡亲大德们最切身相关的 洋宅风水问题 透过课程希望能帮助大众 居家都能平安 而后有缘能来参与学习 易经风水心法 自助助人 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丰园教士原写讲师 16日于丰园地区 翁明里 开设社区洪法班 加会丰园地区社区民众 洪法班5月16日开课 课程至8月1日为止 每周二晚上7点30分 在翁明里社区活动中心上课 欢迎附近社区里民来听讲 自己动手解决家中不如法的风水问题 求人不如求己 自己的平安自己创造 丰园教士原评法师 及原文 原胡 原木 原亭 原哲等讲师 也都到场观里 并致此鼓励大众 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 把握机缘 学习妙法 创造如法的居家环境 避免因无知 而导致的莫名病痛 居家不宁 及事业不顺遂 洪法开课典礼圆满 参与聆听的相亲 都很欢喜 想邀请更多亲朋好友 一起来听讲 维新记者黄灵秀 方圆报导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学习 了解 易经用意 洋宅风水 与择日 就能理解 易经风水 与日常生活 密不可分 维新圣教妙法的现代性 实用性 现实性 就在分四道场 社会服务当中 清楚呈现在您眼前 本周主题关于 开工动土 高雄道场十八届苏贤市新建工厂 外大门于去年 离请原聪法师立项定位 因三善年故而择于今年动工 苏贤市离请原谱法师及原田讲师 带领高雄道场贩拜班 进行诵经祈福法仪 谈成公设王禅老祖大天尊圣座 33天玉皇大帝大天尊圣座 及本地主司福德正神 奉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福德正神真经 鬼谷仙师天德经等经典 并禀报齐安吉祥文书 恭请王禅老祖师尊 及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坛成 加持护佑工程顺利 员工平安 工厂经营顺遂 立国立民 苏贤市以香花七果红元 小蛋糕等素栽 及太极经寿经 寿经等经营财博全心供养 凌晨及时送完天德经后 原田讲师先撒进外大门施工区域后 原普法师带领主人家 以铁锤破土宣喊 开工大吉 原田讲师随后将厂房内外 全部撒进 泛拜班恭送玄妙真经 及福德正神真经后奉送圣神 齐安吉祥法仪圆满 法仪圆满后 原田讲师即为主人家 进行放样 设定并解说外大门位置 样式及尺寸 以立工程如法进行 也期望苏贤市新工厂 营运兴旺 福国立民立益众生 维新记者刘秀丽 旅眼枪 欧明辉高雄报道 在中国乐器中 就属二胡 与西洋乐器小提琴 最为相近 同样拥有高中低 音域的乐器家族成员 既能独奏 也能在各种合奏当中 担任领奏的角色 维新音乐厅5月16日 邀请到台湾新锐二胡演奏者 李瑞涵 在她的音乐中来感受 如何一两条弦 飞舞在高手如云的竞技场上 并脱颖而出 最后顺利地进入北京中央音乐院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维新音乐厅节目16日 邀请就读台湾艺术大学 国乐系的新锐胡琴演奏家 李瑞涵小姐 为观众们诉说她与胡琴的邂购 以及她人与琴和琴如人 人如琴的琴音人声 自小学三年级接触二胡 并拥抱二胡以来 李瑞涵即开启了她的二胡艺术人声 高中毕业于音乐班 目前即将自台湾艺术大学国乐系毕业 并赴北京中央音乐院明乐系 继续攻读二胡 诗试过周婷珍老师 张璞英老师 陈淑芬老师等名师 也曾受萧白雍 刘长福 余红梅 孙黄 王颖 颜洁敏等大陆名家指导 此次李瑞涵小姐在赴大陆深造前 为维新音乐厅的观众们 带来数段优美的二胡演奏 包括豪迈姬乐 铿锵有力 追思几千年来无数民族英雄 表示对他们的赞扬和畏念的 《长城随想曲》第三乐章 《中魂记》 赞颂中华民族古往今来 英勇与执着 以及忠贞不渝的理想和信念 霸王别姬的沉痛 与乌江自吻的壮怀之《楚颂》 还有清新的旋律 浓郁的地方风味 生动地表现出河南人民 对家乡的赞美和主人翁的 自豪感的河南小曲 与根据台湾著名诗人 于希的文学巨著 《袍修罗兰》所补写的套曲 《如来梦中》 以佛本身故事为表现题材 用彩衣姑娘来代表火的天然属性的 或彩衣姑娘等四首风情各异的二胡演奏 引领观众们欣赏二胡的各种风貌 或如期如素 或慷慨激扬 或诙谐有趣 或热情奔放 欢迎观众们 一起来聆听二胡之音 《如来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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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